领基础 学IT 月薪过万 就来黑马程序员 黑马程序员 成就IT黑马 今天的课程内容叫满色号基础 是我们本阶段的到处第二天的课程 今天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叫关于数据库 那么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数据库 在了解之前我们先来看一张图 这张图和之前在前几天 大家一起看的网站的工作原理图 有点相似 这边是客户端 这是一个台式机 客户端当想访问一个项目的时候 这个项目一般局限于外部项目 当然手机端也是 APP也是 它服务器的话就需要去 我们要做服务器的一个请求 因为我们本体客户端 他要想访问一个服务 得找服务器 找服务器做请求 但是服务器呢 它干嘛呢 这个服务器的话 我们一般会去解释一些脚本语言 比如说JSP PHP 会去请求这些脚本语言 那么这些脚本语言去写的这个项目 项目里面绝对是有数据的 这个是百分之百肯定的 绝对有数据 有数据 我们本身的脚本 它是存不了数据的 那数据存在哪 数据存在了一个叫 数据库服务器的这么一个地方 数据库服务器 数据库服务器呢 就是专门用来存数据的 一个库叫数据库 Web服务器去找这个数据库服务器 去请求这个数据 那么拿到数据之后呢 他就会把这个数据啊 再返回给Web服务器 那这样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网站 或者说项目里面呢 就有数据了 拿到数据之后 然后脚本再去执行 执行完成之后 把这个请求返回给客户端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流程 就是这个流程 那服务器在这块 服务器能不能少呢 如果要做动态的效果的话 服务器这个数据库服务器 是绝对不能少的 如果一个项目 是动态内容的话 那么则数据库 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环节 这个不能少啊 数据库环节 这是这块 他在后面呢 充当了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这里面的话 一个动态的一个词啊 来解释一下 什么是动态 那么动态呢 就是它的内容 内容会变化的 内容会变化的 这个页面 就称之为叫动态 那么常见的呢 就是说网页的后缀 通过这个后缀 就能看得出来啊 后缀 有哪些呢 比如说.gsp 然后呢 .php 还有呢 .shtml 等等啊 那么这一些的话 就属于动态 网页的一个范围了 那哪些是静态的呢 静态呢 挺常见的 静态的呢 就这个item item 这两个呢 就是常见的 静态网页内容 它呢 基本上是不会变的 基本上不会变的 这个呢 是动态这块 那如果动态要存数据 它就会在这里面 那静态的数据存哪呢 静态的数据 就存在静态文件里面 所以不会去超出数据库啊 那这是动态的含义 数据库呢 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那它决策很重要 不能少它 现在我们网站上的这些网站呢 网页上的这些网站啊 基本上就是 动态的居多了 因为静态的有什么缺点呢 静态网页的话 维护起来太麻烦了 改数据太麻烦 动态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脚本语言 操作数据库 直接把这个数据存进去 然后读出来的时候呢 比较简单一点 这是数据库 第二个呢 是介绍一下MySQL 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 MySQL呢 是一个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啊 注意这个词 它是管理数据库管理系统 干嘛的啊 就是说这个数据库的 对 然后呢 由瑞典的一个叫MySQL AB 这个公司开发的 MySQL AB 瑞典的一个公司 但是呢 在2008年的时候呢 被这个Sung公司给收购了 目前呢 属于Oracle旗下产品 目前是Oracle的 就是已经被收了嘛 所以是Oracle旗下的 在之前不是 之前是由瑞典的一个公司开发的 MySQL呢 是最流行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之一 最流行的数据库管理之一 然后呢 在web应用方面呢 MySQL是最好的 最好的 有之一吗 没有之一 最好的 没有之一 为什么说它最好呢 因为这个数据库呢 和其他的数据库软件相比 它所占的这个体积比较小 并且呢 效率比较高 还有就是它能够跨平台 也就是Windows的 Ninux夹 跑起来都没问题 所以呢 它呢 比较好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这个软件呢 它是开源的 对 开源免费的 所以呢 用的一直比较多 跟谁是黄金搭档呢 其和 PHP是黄金搭档 跟Ninux没有什么关系 跟Ninux没有什么关系 主要是跟这个 PHP 因为Ninux的话 它只是一个 大的一个服务器 而我们要访问一个 web项目的话 那肯定是有个web服务器软件 那软件就是像 阿发显几个字 但是这个软件 其实直接能怎样 直接它是脚本 所以脚本呢 最终才跟数据库 去接近交互的 所以说黄金搭档的 是指的脚本范围 和PHP是黄金搭档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这几个词叫 听过这几个词吗 这两个词 有同学听过 有同学没有听过 这个L呢 叫Ninux A呢 叫阿帕奇 M呢 叫买色号 P叫PHP 然后这个L也是一样的 Ninux N呢 表示NGX 也是一个服务器软件 M是买色号 P是PHP 所以说它和PHP 是一个黄金搭档 那以后呢 咱去企业中工作的时候呢 你要搭建的一些运行环境 那么要么是LAMP 要么是LAMP 就这两个 所以这两个的曝光率是极高的 以后呢 这两个架构呢 我们都需要去搭档 那包括在明天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就会去搭建一个 LAMP的这么一个环境 它和PHP 是一个黄金搭档 那么除了买Sirco 这个数据库以外 其他的这些数据库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介绍 只要知道名字就可以了 那么除了上述这个数据库之外 目前呢 我们市场上啊 还有哪些呢 还有大型的OIACOE OIACOE Origal 那也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个Origal 这个Origal呢 是重量级的数据库 太大了 重量级数据库 重量级的数据库 目前的话 多少 已经发展了多少级就不大清楚了 以前我记得 我当时用Origal的时候呢 当时是10G 现在应该至少是11G了 大版本号是11G了 这个G不是不是GP的意思啊 千万不要认为这个软件一安装就十几个G了 不是 这个G呢叫GIAID Bread Bread叫网格的意思啊 是它版本号的意思啊 目前的话应该是至少只有11G了 那Origal 那Origal谁加的呢 就是Origal加的 就是自己加的啊 加个文 对 Origal 那Origal的话一般是配合谁用的呢 配合这个Java来用 配合Java来用的 但是和PHP配合好的还是MASC 那么除了Origal还有呢 M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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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MS这个词一定要记的啊 MS就是Microsoft 也就是微软的微软的Sircle 微软的Sircle叫MSCircle SERVIR SircleServer MSSircleServer 就是微软的一个服务 这是微软家的 微软的产品 那么微软的产品除了MS SircleServer呢 它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呢叫ACCESS 这也是微软家的 那这个呢 有的同学可能会见过 就是这个 哎对了 跟Excel 一得性 这也是一个数据库啊 但是这个数据库呢 现在在企业中呢 就基本上已经不会用了 它最早期呢 和谁搭配呢 和ISP搭配 而且用的数据连接呢 是ODPC 这种方式的话 就是存在局限性 导致呢 这个跨平台性并不是很好啊 所以这个数据库呢 咱作为个了解就可以了 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 它现在呢 其实属于Office里面的 属于Office产品里的一个 这个是Excel 这个是PPT 这个是Word 那这个A呢 就是ACCESS 也就是我们的数据库了 现在基本上已经不用它了 已经看不到了 你在零几年的时候呢 可能还见到 现在呢 就是装电脑上 有的人可能都不知道 我电脑上居然还有数据库 Office里面 那么除了这三个 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 POST GRE TOST GRE 这也是一个数据库软件 那目前呢 它呢 在市场上用的呢 也还是有份额 但这个份额 并不如MASCO大 它有一点点分额 分额并不是很大 然后呢 还有 DB2 还有哪些呢 刚才有同学说MangoDB 刚才有同学说MangoDB是吧 M AN GO DB 这个呢 不把它列在这 为什么不把它列在这 它属于NoSCO的范围了 不属于我们这地方 所讲的这个数据库的含义了 它属于临时存储 不能永久存储的话 我们一般不存在MangoDB上 行 那么知道这几个就可以了 那另外的呢 再说一个名字 叫M A-R-A-D-B MangoDB MangoDB呢 它是MangoDB的分支 是MangoDB的一个分支 MangoDB也有分支 为什么会有MangoDB的一个分支呢 那么其实MangoDB呢 它被收购了之后 然后这个软件本身的创始人 至于是谁 这个名字咱也不需要记啊 这个创始人呢 他不满这个Oracle这个公司啊 对于这个MangoDB的一个更新进度 因为这样的话 你一家旗下有两个数据库产品 一个Oracle 一个MySQL 它肯定有一个是主打的 它就会把核心的东西呢 放在这个Oracle上面 它不会呢去 过快的去升级这个MySQL 导致MySQL的升级 这个创始人不满意 不满意呢 它就离职了 离职之后 自己呢 又去重新开发了这个 MangoDB 重新开发了一个MangoDB 那MangoDB呢 是完全兼容买色口 并且呢 在性能上 和其他的一些细节问题上呢 做了一些优化作作 它是完全 兼容 买色口的 使用方法也一模一样 安装方式几乎也一模一样 就是换了个名字 我们可以理解成 就是换了个名字 但它的底层是不一样的 完全兼容MySQL 那目前的话 也有一些大的公司呢 从以前的 从以前的这个MySQL 已经现在呢 已经转成了 我们的MangoDB了 有 比如说 谷歌 谷歌呢 是当时出MangoDB分支之后 第一个转向MangoDB的 一个大企业 一个大企业 那这个的话 咱可以去这个 网上找一下 应该是有效应的信息的 看一下 兼容性发展起源 MangoDB 搜这个MySQL MySQL MySQL呢 这里面有叫替代方案 MangoDB 从MySQL 转向MangoDB的代表厂家 谷歌 第三年开始转的 第一个转的 然后第二个呢 Red Hat转了 维基百科也转了 就是这几个企业呢 以前都是用MySQL的 现在我不用了 全转向MangoDB 所以呢 就是这地方有说了吗 08年被上公司搜购了 然后这个创始人呢 不满这个团队的 开发脚步 离职了 然后呢 从现有的MySQL代码中呢 开发出了个 延伸分支版本 这就是著名的 马利亚数据库 企业级开源数据库 为什么叫马利亚 马利亚因为他女儿 叫马利亚 然后起了个名字 叫MangoDB 所以这个数据库的话 也知道一下 咱以后的话 如果说 你觉得你想装个MangoDB 那也可以啊 你装个MangoDB 也可以啊 那MangoDB和MySQL 这两个logo 大家要认识啊 因为这两个logo很容易混 我们往上翻 这个是MySQL的 啊 然后呢 我们把另外一个再打开 在这里面呢 我搜一下MangoDB M-A-R-I-A-D-B 有点像啊 这个一个是头朝左的 一个是头朝右的 所以这看着是 再一眼看上去 感觉很像很像啊 所以注意一下 这俩还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个做 互联网行业的话 其实好多产品的logo 都是喜欢用小动物 都喜欢用小动物啊 比如说Ninux Ninux是什么呢 Ninux是企鹅 然后呢 Java那个例外 Java是杯咖啡 然后MangoDB的话 它是个海狮 然后这边是一个海豚 那包括PHP PHP啥呢 海羞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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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P是个大象 是个大象 PHPlogo在哪走啊 哪看到黑马了 图片 图片里面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都是大象 PHP的是 就这个logo 大象 反正都是小动物啊 对 Elephant PHP 简写PHP Elephant 大象 那上面这些呢 咱做一个了解就可以了啊 这几个呢 数据库啊 以后呢 看到这个名字 知道数据库就行了 千万不要把这个MangoDB 往上套啊 MangoDB呢 它不算这个 我们这地方出的这个数据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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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